是米 这是鲁肉饭吗 那个应该是某个明星 送的满月的那个 最近演艺圈真的太多人 结婚跟有小孩 我根本不知道 某几盒是某子味明星 结婚的还是满月的 我有天收到经纪人跟我说 你收到了陈妍希的一个礼盒 然后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那一盒是哪一盒 你看真的耶 这也是那个什么鸡蛋跟那个米饭 这也是应该是满月的 这是辣椒 这个是我特别西班牙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罐头 在西班牙买的 我朋友送我的 我应该是辣辣椒鱼罐头吧 对不对 嗯 哦好感人 这个2020年才会过期 他们就放过去 我有一个东西了 因为我刚刚看到的冰箱里面 有很多的罐头 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就是上面贴了一个标签写的过期 可能阿姨怕你不小心吃掉 真的吗 对啊上面都贴了过期过期过期 这个是大蒜面包酱 你干嘛你准备 干嘛拿走 不是 我要跟你们解释我这次坐飞机的事情 就冰箱跟我说一定要叫我拿几个 这么匪夷所思的东西了 然后我就选了三个没那么大的 然后比较好挖空的 然后我再把内容物挖出来 我就觉得 我觉得是有人第一次这么隆重的 把三个过期的 空罐子装在了行李箱里面 太过了 但是这咸蛋是 这个是鸭蛋 鸭蛋是什么的 为什么上面画的这么可爱的画鸭蛋 是你画的吗 我要请教你们 你们凭着肉眼看就知道它是什么蛋吗 看得出来啊 鸡蛋和鸭蛋你分不清楚 你说怎么分 他跟他长的不一样是size不同对不对 颜色又不一样 你把这个拿去跟那个放在一起我看 这个是鸡蛋呢 哦是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是这这是鸡蛋 人家那白的呢 白的也是鸡 小的也是也有白皮鸡蛋 那就是还有白皮的嘛 对 你干嘛他故意拿一个黄皮的出来 不是本来鸡蛋就是这个颜色 有白的 白的不就跟这个很接近 但是他这是轻的耶 你何苦 要去辨认说这是白的还是轻的 你就在上面写个鸭不就好 这是你自己写的 还是给你这个蛋的人帮你写的 给我蛋的人写的 也是他画的 所以你就是以后在买蛋的时候 麻烦你们把每个蛋上写上鸭蛋还是鸡蛋 不过也没用了 因为可能也放了六年了 你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很快的感觉 太快了 一般每样东西丢进冰箱的时候 你就以为说有一天我会吃你的 可是不会 你就是忙到 你只能够吃靠最外面的那一层 这个可以上升到什么人生哲理吗 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对象 你永远都在那边想说 没关系 有一天我会对你好的 就会来不及 父母也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工作很忙 可能会忽略到一点 而且爸爸妈妈可不像这些罐头 有人帮你贴上一个标签 说多数以前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对啊 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很有哲理的冰箱 人生道理的一个冰箱